大家好,我是悠悠小主播小虎 美国的节日,让悠悠小主播告诉你 今年的5月4号是国家教师节 不同于中国以孔子的生日作为教师节 美国的教师节是由一名阿肯色州的教师 从1944年起就开始呼吁全国创立一个感谢老师的节日 直到1953年,一位名叫Eleanor Roosevelt的官员 才将提议上交给国会,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教师节 美国的教师节是在5月的第一个周二 所以这整个星期也被称为现实周 Teacher Appreciation Week 5月也是将近学年结束的时候 因此许多学生和家长会趁着这一周的时间 对老师表达感激之情 我们一生中,从小到大都会遇到许多老师 这些老师就向我们的灵灯 指引我们寻找未来的方向 因此,趁着国家教师节这天 观众可以联络很久不见的老师 通过电话或写信 表达对老师的教育之恩 又有小主播小虎洛杉矶报道